想必最近这个网红阵呢 大家经常都见过吧 有粉丝私信也打我说这个阵型到底要怎么打呢 我联赛七天呢 也遇到过这个阵型五六次 几乎每天都能遇到过 第一次遇到这个阵型的话呢 我用的是超蓝 天勇断一边 然后中间挂了一个弹跳 另外一边的话呢 盲玩断边 这里给一个弹跳是因为他这个空白墙呢 超大不会去开 如果你这里不给一个弹跳 你下超蓝的话呢 他会歪向两边 等一下就被引导走了 然后呢 给了一个滚木车 因为他这个阵型是两个隐身塔 滚木车的话呢 就是专门来克制隐身塔的阵型 但是打到最后的话呢 是拿下了85%时间不够了 因为前夕呢 我的勇玩是打太久了 第二次遇到这个阵型的话呢 首先看了一下他的第一塔 有两个单头 一个多头 那首选的话呢 是可以用我们的太塔超工 然后后面放了这个空格子呢 超炸是不会开这里的城墙 但我们可以被对面的勇玩打掉之后呢 开城墙 要不然陆军的话呢 只会往两边走 然后兵炸好了之后呢 没有问题 我们就直接开杠啊 开局的话呢 我们先下一个超炸 被他这个勇玩戳掉 哎 陆地勇玩记得条啊 对 在这里偏右边一点 他就会走过去 然后被勇玩戳一下 这里呢 就有一个缺口被炸开了 好 这边三个骷髅丢好 下太坦 然后就超工 盲王 女王 勇玩 滚木车 女王就会走进来这个缺口 哎 就可以A到对面的盲王 还有勇玩 不用说特意去绕了一下 然后滚木车一城墙把这里打开 那么兵就可以从中间走进去了 对 如果说你这个缺口不炸开 你滚木车也不是说一瞬间就可以把城墙给滚开 那么你的兵就会往两边走 然后这里的话呢 果断给一个金身 然后来一个地震 弥补一下伤害 所以这边的话呢 滚木战车等下滚过去城堡也掉 然后后面的话呢 多头毒药塔再来一个地震 顺便把大饼也碰一下 那么滚木滚过去 你看后面那个毒药塔 还有那个多头塔啊 我们的兵还没靠近他 他就已经被我们的滚木给滚掉了 OK 继续往前走 这边的话呢 骷髅药水再吸一下这边的投石炮 然后在这里的话呢 丢一个狂暴给我们的女王泰坦超弓 他们增加一下伤害 然后右边的话呢 没有泰坦砍伤害了 我们的超弓要被打到 我们可以下一个润土去砍一下 顺便把他们给辅掉 那么大本营一爆的话呢 就没什么问题的 就如果说我们部落战遇到的阵型是没有多头或者有一个多头的都可以玩这个流派 然后我们可以看情况 这阵型它大本营跟鸟炮这些重武器能不能连成一条线 能的话 我们的大部队就往这条线进攻 滚木加地震法术的话呢 是可以远距离击杀建筑物的 OK 如果说你遇到这个阵型的话呢 应该知道怎么打的吧 你看我现在四个玩的话呢 还剩下三个玩 是不是感觉这个打法不错呢 如果说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个赞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